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中国大陆抗议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宣布4日中午至7日中午 在台湾周边6个区域进行军演 航空专家说 这是要切断经过台湾的国际航线 报道说 根据桃园国际机场公司官网显示 明天起飞和抵达桃园机场的航班 共有40班被取消 台湾交通部今天召集了航杠局 民航局严商应对对策 各航空公司都不愿对此发表意见 白宫今天指出 中国没有理由将佩洛西访台仪式变成危机 白宫新闻秘书上帖表示 国会议访造访台湾已有潜力 佩洛西访台仪式与美国常年政策一致 上帖之处 因此北京当局没有理由将佩洛西访台仪式变成某种危机 或是将此作为借口 在台湾海峡内或周边强加侵略性的军事行动 上帖提及 美国已表明美方的意中政策并没有改变 美方并不希望发生危机 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今天发声明呼吁中国以和平方式化解台海 紧张情势 中国将在台湾四周海域大举进行军事活动 以表达对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不满 G7外长在德国发表声明说 中国没有理由用一次访问作为在台湾海峡展开挑衅性军事活动的借口 我们各国的国会议员到国际各地去是正常且例行的事 声明指中国的反应方式升级 有时紧张加剧并破坏区域稳定的风险 声明强调 七国的意中政策以及对台湾的基本立场不变 从针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承诺 并鼓励相关各方保持冷静 展现自制 确保行动透明 并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避免误解 联邦政院议长佩洛西的丈夫保罗·佩洛西 因为涉嫌酒驾在加州纳帕县的一家法院接受传讯 律师对他的两项指控做了无罪辩护 5月28日晚 保罗·佩洛西驾驶的2021年款保时捷和一辆2014年款Jib 在加州29号公路一路口相撞 两车均遭受重大碰撞损坏 保罗被控犯有两项轻罪 包括酒后驾车和驾车时 血液酒精含量在0.08%以上 指控中还称保罗·佩洛西在酒精和药物的影响下 以及在他们的综合影响下伤害了另一名司机 据悉在事故当晚 保罗向警方出示了他的驾驶证和一张1199基金卡 1199基金卡是加州高速巡警的一个慈善机构 为警官提供支持并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奖学金 法庭文档显示保罗·佩洛西在现场清醒测试中表现出不清醒的迹象 官员观察到最久的客观迹象和症状 包括红重的冲斜眼睛 当前保罗·佩洛西已经保育出事 将于8月23日回到法庭参加和解会议 双方可以讨论达成认罪协议的可能性 继续按键或准备审判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